你说你喜欢吃糖 所以我想承包你一辈子的糖 我现在邀请我的心动男嘉宾 7号8月号 我来没有想过心动是我 但是很心意啊 嗯 你有没有觉得 这里少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啊这是个相框吧 少了你啊 你可以进来吗 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以一个相框的方式来跟你告白吗 因为这个 因为我特别羡慕你 有一个 有一个那么和睦温暖的家庭 然后我从12岁爸爸妈妈离异的时候 我们就再也没有一张合照 然后 所以我想 以一个相框的这个来跟你告白 我第一次看见你是微博 还有关注你各种的社交的东西 首先吸引我的不光是你的外表 还有你对你妈妈妈妹妹还有你的狗狗 你对你的家人 以及你对你的事业就那种温暖那种体贴 然后让我反正就特别羡慕你的你的家庭 能感受到他很用心的在了解我了解我的家庭 然后看到那些照片 也是蛮感动的很开心 你看见那个东西了吗 你看见那个东西了吗 你猜一下它是什么看起来像什么 这是个 盒子啊 那这是一个糖糖果 这是一个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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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面写着 写着我喜欢你 然后你说你喜欢吃糖 所以我想 承包你一辈子的糖 当女生说要承包我一辈子糖果的时候 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女生 有一点小霸气在里面 你的脖子 梦里只穿着皮的浮夸的山洞 我爱我们的道路 我爱你笑人的风 你的星光哪里的深夜的梦 你也到了这一切终于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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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好吃啊甜吗甜啊 就是牛车糖热天涯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它 因为从小我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我家 有开那种小超市 然后 卖可多糖啊零食啊什么的 从小我偷糖吃 我妈本来好吃啊然后 每一次我被我妈逮到的时候就是 嘴里面还有糖你知道还死不成人 好怀念那个时候啊 而且 不仅喜欢吃糖还有甜的呀 就每一次别人过生日哈 比如说订了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 没有吃完的我都要带回家自己慢慢吃 我从小到大这点是一直没改变 你知道你刚吃的是什么吗 糖吗什么糖 什么糖 牛车糖啊 你刚刚要吃的是 我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嗯 我 每一颗糖上都有写着我想对你说的话 每一颗 我记得你说过 和你在一起 空气都是甜的 我想说 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你的空气会更甜 所以 你愿意跟我走吗 你愿意跟我走吗 上面写的 写的我喜欢你 我想说 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你的空气会更甜 每一课堂上都有写的 我想对他说的话 因为我不是一个 很善意表达的 所以我想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我对他的心意 从刚才我们就是聊天的时候 就我就觉得 你的长相很甜啊 你的性格也很甜啊 你的小小情侣对我来说 生活中 没有太多异性朋友或者说没有 可能我 性格问题就是我 与我家庭可能有问题 所以我就特别 因为你特别阳光嘛 反正你给我感觉就特别温暖 就然后你的家庭 是我真的一直就特别特别羡慕的那种 所以我就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都挺好 都很好 但是我有点不怕想象的就是 你之前他男朋友就是 打游戏会亲手喂给他饭吃 我这有点无法想象你知道吗 可能就说别人说我可能会羡慕 我觉得那个那种恋爱关系 可能并不是我太想要的 我所向往的两个人的爱情的关系 我不希望有一方是 比较弱的 是这种关系的你知道吗 好 然后 其实 嗯 像你这种 类型的你知道吗 我之前有教过一个 因为当时是 我刚创业初期吧也是 我那女朋友是 就是 逛商场的时候主动找了要我的微信这样 那种的 但是她当时对我也是 可以说是保姆式的那个爱情 是这样 但是我真的是不太喜欢那种 总之 很感谢你今天的为我儿兰 真的 好 没关系 江川 可爱情 可爱情 那 多何人 更赢 我会 走 我 是因为爱没温柔 每一天都放不掉 有所谓的剧场 是我